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18号 星期一 不知道大家平常来日本玩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样子的订房网站 在订日本的饭店 应该各式各样的网站 大家都试过吧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订房网站 这个地方网站Half 其实在疫情之前 就已经算是还蛮热闹的 就台湾也有人在推 然后日本也有人在推 不过在疫情之后 他们好像就换了一个 不太一样的经营方式 我们这一集算是非常特别 我们这一集跟Half一起合作的 这一个节目 我们请Half的行销总监 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蛮神奇的一个 日本的订房网站 他们的订房方式是怎么运作的 你要怎么样省到钱 可以在日本住一些比较特别的饭店 重点是他们今年到3月31号为止 还有两周的时间 他们推出这个 真的算是还蛮神奇的优惠 就是你加入了 你只要付完那一个月费 保证回本的订房 好我们今天就跟Half的行销总监 演化一起来聊聊Half这一个订房平台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蛮有机会 今年可以来用用看的 以及要如何运用这一次的优惠 1500块钱台币就可以住到京都的欧摩 不用筹钱够神奇了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欢迎Half台湾的行销总监 演化 大家好我是演化 你是很少上这档节目 对对对就是蛮少的 有点深色请大家见的 对其实因为Half在台湾蛮久了 我再听到Half这一个品牌 应该也有四五年了吧 对你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四五年变化很多吗 变蛮多 因为整个商模已经 跟我那时候认识的不一样 那不太一样了 对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付一个月费 然后去可能有几晚可以选择 而且方案比较多 但现在就是更单纯一点 比较符合我们目前在出国旅游地方的习惯 是是 因为我自己之前呢 在疫情之前 我就有试过Half这样子的产品吗 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去定义它 对就有去试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是在疫情之前 那时候很忙 没有空一直来日本玩 对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朋友介绍就用了一下 然后后来疫情就来了 然后我再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现在比较有点像是一种存钱桶的概念 就每个月在那边存钱 然后出去玩的那种感觉 对对我这一次呢 使用Half我有定了一下 就是在日本的饭店来住 然后我自己还蛮惊讶的事情是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 Half是一个主要往青年旅馆那种住宿为主的想法 对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嘛 那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就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青年旅馆 跟着我一起长大了 是是是 这在的确是之前 Half一开始的那个方向 它有比较像是偏hostile的那种做法 那现在就是跟各大的一些饭店 慢慢有一些直接的联系 然后也我觉得我们会逐渐的受到 日本这间饭店的欢迎 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跟他们收佣金 然后我们就用把这样的机制去放到这个 怎么说价格上面 所以我们定价是相对会 理论上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因为OTA各自都会有一些优惠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话说这么死 对我们刚 眼花有跟我们聊到OTA 就是我们平常去订访的时候 可能都会像去 Go打Booking打Kan 这种就是一般的地方 网站去订 你觉得像Half跟其他的网站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差别 如果大家最有感的应该是 免费取消这件事情 因为免费取消 也是别人跟我讲 我才意识到说 每一个网站它的方案 它可能都是前七天 或是前三天 就那个几天这件事情是一个 如果你没有去特别注意 有可能会跟你理解的有所差别 但Half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 你直到前一天你都还可以翻汇 就是你想要直接取消都没有问题 了解 了解 我这一次试用Half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使用的那种感觉好了 因为Half现在是月字嘛 就是你每一个月 然后会付一定的金额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定的Coin 然后那个Coin就有点像是 买了一些点数放在那个地方 只是这些点数只能在 这些饭店里面去使用嘛 对 对 然后 所以我就有一点就是每次在用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一直在换算 这个一个Coin到底是新台币多少钱 这一个Coin到底是多少钱 然后每一次脑中都很晕 就想说这个Coin到底是多少钱 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去取得这个Coin 这个是你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有想过大家都会发生这种困扰 应该说 与其说是困扰 我们反而是希望大家因为这样 所以开始不要再去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我还没过那一关就是了 但这个人之场景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像我去年才加入 然后陆续陪着创办人一起走过一些场合 然后我听到他的分享 基本上都是希望说他在创造一个新的习惯 所以希望用这样子的机制让大家 最终的目的是出门不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可能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计照的人 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叠加信用卡优惠跟一些订房网的优惠 甚至一些数位导流平台对付这些折扣 但开始使用Hoff之后 我不会说每一趟旅行都用它 但是只要我有存到一个一定额度 我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有这样子比如说1000好了 那我今天要住的可能刚好800 可以cover掉 那我就直接去订它 就大概是我现在使用这一个Hoff平台自己的用法 了解 因为我自己在使用的感觉就是一个 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货币在那边 然后可以去订一些不同的饭店 然后就会开始去思考说 好所以我的每个月订阅多少钱 所以大家使用 如果开始用的话 应该就是你一开始注册 你就会得到一些点数 因为现在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优惠 然后得到点数之后 你就可以拿一些点数就开始订房间 有点像大家一般在订那种连锁饭店 那种点数订房的感觉 或者是里程换机票 反正就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最后就可以拿去换 其实满上里程的概念 然后就是每个月固定的投入 然后你就是再存一个基金 你不知不觉你可能就累积了一笔 这种概念 我刚刚有聊到说 我这一次去试住的 这个是在东京的一间饭店 这是妹子模 它其实是JR东日本 然后以及万豪他们一起去盖的一间饭店 蛮特别的一个设计饭店 然后那时候呢 就是我在想说 应该去挑一间试住看看的时候 就想说 那我平常都在住连锁饭店 也来找找看好了 我还蛮意外的 因为我一直对于那个Half的印象 都还是在那种比方商务饭店 这种等级的饭店为主 对 所以Half其实它除了说 像是年轻人会选择商务饭店之外 也是有比较中高阶的饭店在 有有有包含不只是日本 像在台湾 我们也是直接跟金华这边有签约 包含金华旗下的这个杰斯旅 然后还有宜兰那边的金泉风旅 基本上在Half里面也有 对所以这些高级的饭店 跟比较中间价位的基本上都越来越多 OK 所以你们现在的布局方向 已经是比较那种 我如果有这些空隘 我在日本 我可以订到高阶饭店 我也可以很便宜一个人出去玩的 就两种饭店的类型 其实现在你们都在cover 没错没错 那跟你刚刚讲台湾 所以台湾其实现在也很多 对因为台湾我刚加入的时候 我刚说去年四月加入 那个时候大概才四十间 就包含过去谈好的这一些 那后来现在已经有涨到一百五十间左右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增加 它的出量是蛮多的 除了台湾日本 其他国家也都有各自钢的饭店在签远 有有有 呃像去年也是从日本踏出去之后到韩国 然后泰国以及甚至越南这些 都有陆续在拖店 嗯 然后以及呃上个月月底吧 呃二月底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释出了欧美 总共有一百间的新饭店 哦 所以呃本来我们就是说是 三十个国家然后有五百座城市 你都可以去旅游 那现在的话呃就是这个这个丰富的程度 又变得更厚一点的 对 我刚刚在聊到说这种饭店的多寡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当时在订的时候 想说哇 因为我在东京嘛 就觉得 咦怎么关系的饭店又比东京又多很多 就觉得好像里面那个 就算在日本里面也是慢慢有不同的地方的那种数量也不太一样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像杰斯旅他们到日本这边来拓点的时候 他们首先也是选大阪就是关系这边 所以也许关系呃有可能是第一点是关东的开发已经比较饱和 那成本可能相对更高 那关系的可能相对的没有那么高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关系的饭店啊或者是新的据点会变得越来越多 哇这也是其实现在去关系完算蛮划算的 对跟东京比起来啦 东京现在也算是热区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刚跟总监在聊到说是 呃你有聊到说前一天取消这件事情 算是在HALF这一个平台上面跟别人一个蛮大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那时候用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让我感到蛮新奇的 因为我这一次去试用的时候刚好是在3月 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是日本的三联休是放假的期间 所以其实在三联休的时候饭店的房间都还蛮贵 而且不是很好取得就你很容易就会订不到房之类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才注意到你们里面有一个slogan说 就是周末就基本上只要还有房间不会在里面有很大的价格浮动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蛮特别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OTA就是里面那个浮动到 你有时候都报里面的价格到底是在干嘛 就对就是很神秘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我们也我们其实呼应一开始讲到的地方是说 我们希望把这个价格稳定下来的方式是不跟饭店收容金 所以饭店相对欢迎 同时我们也提供给饭店更多的怎么说自主的权利 所以他们可以决定说他要在这个平台怎么去做操作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方式也让饭店更相信平台也更愿意去提供房间给这个平台来使用 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就是平常如果是去住Half的话 就是你可以当作是一般在住宿的感觉吗?应该是这样吗? 确实因为他其实我自己的使用金像我这一趟就是来日本 然后我基本上换了三间饭店 每一间就是我也不用跟他特别讲什么直接给呼召他们就知道说 所以有我的入住的这个预约 哇你自己本身在这个Half里面工作又自己出去顶 你应该手上有一些特别厉害的口袋名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饭店吗? 对啊 我这一趟刚住完一个我很喜欢的是LIFE GINZA TOKYO 是LYF的LIFE OK 然后他其实是我记得是一个S-COS的新加坡集团旗下的一间品牌饭店 然后他比较主打 他的定位应该类似台湾的杰斯旅 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 因为那一间是刚开11月底 然后整个非常的新 然后也很可爱的一个氛围 同时我觉得最贴心的是 他们比如说进饭店我们都会有那种充电面板吗? 上面就直接帮我们附好了这个万国插头 那同时还有 现在大家应该会印象说充电面板会有一个USB插孔 然后他就是已经有变成是USB-C的版本 对对对 就是觉得蛮方便的 然后还有一些很小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房卡要去逼电梯才可以上楼 那他感应到你是比如说我是住7楼 7楼的房卡他直接就帮你设定好 你就不用还要大包小包再去按那个电梯按钮 对我觉得这家蛮推荐 蛮推荐给大家去体验的 这样很不错 在这样子的地方上班 就出去住饭店可以各种事 你应该也是那种住过一个饭店 你不太会回头住第二次的 你是说同一趟旅行吗? 不同旅行 你是会回头住同一种饭店的吗? 我自己的话在国内比较像是这样子 我会一直回访客 但是在国外的时候 我会尽量的去体验不一样的饭店 对 出差的时候比较不用想 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就要想 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像是出去玩的话 有时候那种饭店也是一个 你本身旅行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包括他的地点啊 或者是包括他的一些 就是他的规模啊 然后或者是说房间的大小啊 这些应该都还是蛮注重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些基本上 怎么说啊 我觉得其实换一个角度想 搞不好饭店 是一个你单一地点停留最久的地方 包含在你睡觉 然后像今天早上我一醒来 虽然应该说虽然睡很久 但有可能会有因为一些睡不好啊 还是什么地震啊 这些突然醒来 那这个时候你都还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这个空间可以带给你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地方 好的 然后最后我想要来聊这个HALF本身 我们现在HALF 你说从3月18号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 就是邀请大家参加的 没错没错 刚刚虽然有提到HALF好像在台湾蛮多年了 但因为中间有疫情 然后又加上改版之后 现在比较正式一点 像是从去年10月的时候再一次进来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比较正式一点 跟大家举办一个全新的活动 是大家只要透过好友邀请的机制 就可以在推荐的这个领域里面 原本是双方各100个HALF Coins 我们会翻倍加码变成是200HALF Coins 200HALF Coins 200HALF Coins 是不是已经可以订到个欧摩等级的饭店了 加上你原本的月费的得到的HALF Coins 你就可以理论上就可以订到一个欧摩的饭店 对啊因为我看到好像差不多300左右 我记得最平应该275左右 就可以订到 那因为有可能 因为我们的约业都是一年一千 所以它有可能会调整 但是这个都是会早在两个星期之前 去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部分就调整之后 只要你在你查询的时候 它都会是一模一样的价格 所以你们现在的方案是只有一个方案 目前非日本版本是只有一个方案 然后是49.99美金 49.99美金大概是差不多1500块钱 上下 对上下 对然后会得到多少Coin 会得到200HALF Coins 对 所以等于差不多就是你在1500块钱左右 你就可以得到200HALF Coins 然后现在活动的话 你会再多得到200 对会再多得到200 就是400 直接再多送你一个月的感觉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优惠就是 诶你们这样子真的是赔钱在做优惠 怎么算都是赔钱在做优惠 我们限定两周 只有两个礼拜而已 限定两周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 因为你知道我刚录音之前 我还不知道是这样子的优惠 刚录一录想说 所以是这么多 对所以等于说你月费1500块钱 然后400的HALF Coins 然后依照我去使用HALF Coins的话 400其实真的已经是可以订到可能一万五两万日币左右的饭店了 嗯差不多 对啊而且如果是用邀请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越多朋友 那你就是200乘以那个几个人的数字 好所以请大家多邀请一些朋友 哇这个促销也促销非常多 然后除了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活动之外 还有在一些加码的部分 也是一样区分成邀请人跟被邀请人的机制来看 救会员的部分也就是邀请人 那我们在期间会 系统会自动统计说 比如说前三名邀请最多的分别是谁 那就会依序获得1800跟500个HALF Coins 那如果是新会员的部分 在这段期间这两个星期之内 新注册并且有成功付费订阅的会员 我们会抽出三位 然后直接赠送500个HALF Coins到你的账户里 OK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现在听完就可以去注册 对啊因为如果你是刚好被选上的 你就400又加上500就会变900 我觉得1500先拿400 不管怎样先拿再说我觉得还不错 确实确实 饭店的房间应该说种类选择都蛮多的啦 但我自己在查的时候我其实还蛮羡慕大阪的 我觉得那边的那个饭店又比东京稍微再更多一点 更多远一点而且价格也都还蛮实惠的 对所以就是请大家听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道理不先跟他玩一次看看 我觉得就当应该说大家这个钱应该不会是一个太大的负担 所以既然都能够出国旅游了 我相信就把它当作是其中一个工具也无妨 好的好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礼拜的期间 所以大家听到这节目的时候就赶快去注册吧 然后注册完之后可以赶快去邀请朋友是这样子吗 可以就是你注册完之后你就可以 其实你的身份就会转换成就是旧会员 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一个有点前三名的那个活动 你其实也会被受欢迎 也会进去里面再参加 所以其实对于新会员来说是一件蛮利多的资讯 在HALF现在的机制会员制度里面现在还有一个VIP制度 对没错就是我们VIP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只要持续的订阅然后是有满三个月 那你就会自动变成是第一个层级叫做Silver 然后Silver Gold跟Platium 那就是银金跟白金 那他们三个层级 承接分别的好处是 定房都会每一笔都是从95折 然后最高到白金的时候是9折 所以说你本来可能是300的HALF COIN 就可以变成270这样子 对就如果你今天是白金的那你就直接变270 而且你就是不会说只有一次的这个额度 白金是要几个月啊? 12个月 所以你就是一整年就是了 对对对 就不知不觉就会达到这个层级了 那现在都开始这边算那个12个月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对啊然后而且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直接的价格上的折扣之外 因为HALF它是可以额外加购这个HALF COIN 就像我们玩Pokemon GO的时候可以额外再买金币 那一样就是它是有一个叫什么? 阶梯式的计算方式 那当你在加购这个金币的时候 如果你是后面这两个阶级的VIP 那就最高会给你到5%的回馈 就是你花1000块你会再多拿到5%价值的这个HALF COIN 所以其实最聪明使用HALF的方式 我私心啦 不会是说你今天要出门了 或者是你今天知道一个月之后你要出门你才来订阅 而是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有这个经济能力你就先订阅 当你一定会出去玩 当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符合比如说至少久悟者的身份 那你使用上就会更舒服一点 OK 哇你们这个HALF的创办人是那个存骨大师吗? 哦他自己其实他是那个一级资本市场背景出身 所以真的是存骨大师 带着大家一起来存骨 他非常的熟悉这些 很厉害耶很厉害 对所以就是你等于一年存下来 然后你又可以打折 然后又有一大笔的COIN出去这样 然后又可以从里面去挑选一些很特别划算的饭店来住 对 那在日本除了像是大阪啊 这种比较大的城市 大阪京都或者是东京 这算是两个最大的城市圈吗? 对没错 那其他的地方的话 你们也是很多 比方说乡下的地方 想要去体验那种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也是有非常多的饭店合作 因为我前阵子才跟一位就是我之前熟悉的创作者合作 然后他结果就用HUF 他让我意外的是不是订这些大城市 他跑去了山形线跟群马线 然后就意外的发现就是那边也有很多很有特色的 可能就真的是比较像民宿等级的 但是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一个样子 对啊这件事情也让我买EUF也开了我的眼界 就想说果然是一个日本起家的公司 就是自己的这些都道府县都含瓜在里面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有看到有一个在 算是哪里啊富士山脚下 就是一个山梨县那边一个饭店这样 但他应该 严格来讲应该不是饭店 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是企业 他会在一些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然后去盖房子 然后他们的员工就可以周末的时候去那边 当做度假的地方 对有的他们有很多像这种设施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山梨县那一个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种类似的设施这样 对然后又不需要太多的那个Half coin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哇我就觉得这个也太棒了吧 然后我就仔细查了一下 果然一堆Half的人都去那边住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会有一些好像你会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那个应该大概可能是 比较一般的饭店平台 比较不会去订那样子的饭店吧 我想 对确实 好啊那我们这一集呢 跟这个Half一起合作的连结 我们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那大家就可以点进去里面 看这一次的优惠 直到3月31号为止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 那日本大车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不安下午先好评 也追踪我点算IG 我们下集节目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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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